哈囉大家好,我是Ashley,大家早安 今天是情人節 我看你們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應該已經過了 但是呢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daily morning skincare routine 你們敲碗已久的日間保暖程序 就是今天了! 好,不好意思讓你們久等了 其實我之前有,上個禮拜就有想說要上片 結果我錄了的時候我就覺得 在剪輯的時候覺得 真的蠻不滿意的想要重錄 那就一直找不到時間重錄 所以我今天終於找到時間 可以重錄了 好,那我希望今天可以一次完成 OK,那我剛剛洗完臉,洗臉的部分呢 我用的是之前提到很多次的金斬花的泡泡解面露 這個在空空賞裡面有提過 我非常喜歡在冬天的時候或是換屆的時候 皮膚狀況不穩定的時候使用它 因為我覺得它清潔力還蠻OK的之外 吸起來很舒服 再來就是它不會讓我覺得洗完臉非常的乾澀緊繃 可是通常呢 有加入保濕成分的洗面乳 又會讓我覺得洗不乾淨 那這個是我用了好多年 覺得它就是我洗起來最順最舒服 所以如果你在尋找清潔力比較溫和 但是又洗得乾淨的洗面乳的話 我會建議你試試看這個 雖然它定價不便宜 但是它可以用超級久 缺點一樣 我之前提過它會積平角 這種積口角如果潔癖的人可能要 考慮 可是我是還蠻能夠接受的 反正我就衛生紙這樣擦一擦就可以了 可是我晚上呢 卸完妝就不會再用它洗了 我只有白天要上妝前 或是皮膚特別敏感特別不穩定 換季的時候脫皮啊等等之類的才會用它 所以它可以用很久 好 在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擦護唇膏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習慣 在我擦所有保養品之前 我都會先擦上護唇膏 這個古堡的玫瑰花蕾潤澤蜜 這之前在空空賞的時候有提到過 它打開來是這樣 有一點淡粉紅色 有點像就是有一點像凡士林 但是它沒有它比凡士林還要 它會有淡淡的玫瑰的花香味 之前在空空廠提到這一罐說 是我常年用了可能50罐以上的護唇膏 很多人就是有回覆我 然後跟我說他們被燒到 說也在尋找長效潤澤 真的可以不是只有表面潤甲潤 不是做表面功夫的護唇膏 而是真正深入你心 知你了解你的那一種護唇膏 我真的很喜歡用 想要找護唇膏的人趕快去試試看 好 然後擦完護唇膏之後 我們就來我今天保養的第一道程序 是SK2的青春露 這個SK2的青春露 我之前也有在 就是推坑的影片裡面有提到過吧 這個我一年四季的保養 第一道程序 都是用這個 首先在我開始之前啊 我要先講 我並不是每一天的保養程序 都一模一樣 我有時候可能 比如說假設有12345 但是我可能今天 把2抽掉再換一個A進來 或者是有時候我甚至不擦換多水 直接上精華液 其實為了要做一些加強保養 或是舒緩保濕抗擾 我可能明天有重大場合 或是甚至指插凡士林 指膚面膜等等 就是每一天的保養程序 不見得一模一樣 但是呢 如果我有做就是正常的保養的話 今天講的呢 會是我就是七成的 就是架構會是這樣 只是會抽掉可能幾種 那我已經是把我最常用的 拿進來了 我真的有點難把我就是 每一天的變化 錄成影片 這樣子 好但是呢 嗯 九成以上的時間 我一定都會用 SKII的青春露 如果你要問我說 選一罐保養品 真的能夠穩定你的皮膚的 我一定會選這一罐 因為呢 SKII的青春露 是讓我覺得它是 不會馬上看到效果 可是它卻會緩慢 穩定 逐漸的讓你的皮膚變細 變穩定 但是在講這些之前 我想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要讓皮膚變穩定 變好 你擦什麼保養品 好像是赤脂 真正讓我覺得 改善最明顯的是 你不要熬夜 你要喝水 你要吃蔬菜水果 然後你要防曬 然後你不要吃炸的 不要吃甜的 我反而覺得這一些生活習慣 才是大幅的改善皮膚的狀況 你想要預防老化那些巧克力甜的 一掃碰 還有炸的 所以呢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啦 可能有些人 並沒有覺得 他可能覺得 喔什麼保養品它擦了 它就回春了這樣子 那我自己的經驗還是 生活習慣佔最大宗 保養品真的只是輔助 那如果你真的要我挑一罐說 它可以 讓我皮膚變得稍微穩定一點的話 是這一罐 我必須說 如果我不擦它 我的皮膚並不會馬上就是 這樣子垂直下降 可是它會有一點 緩緩的下降的波 因為我曾經把它拿掉之後 我就發現它 皮膚漸漸的變得比較粗糙 然後變得 沒有那麼細緻 沒有那麼彈 所以我又把它加回來 就發現 它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那 我覺得有了它之後 我的皮膚變得是比較像是 它還是會波動 你不可能擦了它 你就永遠就是 無後顧之用 你就可以吃炸的熬夜 然後皮膚依然Q彈透亮 是絕對不可能的 那有了它之後 至少我的皮膚不會這樣 成波動式 就是會這種緩緩的 你知道還是會上下 但是是緩緩的波動 這樣你們懂我在說什麼 好 簡單的拍了一層之後 我知道有些人會說 要用那個化妝棉擦拭 我沒有那麼喜歡用化妝棉去擦我的臉 我有的時候會這樣做 除非在我想要做二次清潔的時候 加一場清潔 或是我皮膚特別粗糙的時候 所以我一般還是用手 用完了它之後呢 我會再用這個靈芝機能水 這罐靈芝水真的是我的保濕大將 我的長年 也沒有長年 因為呢我是近幾年才開始用它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歡它 因為它的保濕力呢 就是這個 它沒有什麼保濕力 它就是打個基底 但是這個的保濕力 就是大幅的保水力的提升 你知道嗎 如果我現在擦了它 皮膚喝了一層的水 那它大概先補七層 我認為是這樣 我在感受 所以這個我一年四季都喜歡用 我甚至會擦好幾層 在很乾的情況之下 我之前有講說 我去Oregon啊 比較冷的地方 或我去滑雪有沒有 那些地方真的很乾很冷 我都是帶這一罐激冷水 讓我覺得很安心 因為它的夏天 夏天的時候擦一層 它不會黏黏的 冬天的時候 我就擦個 我可以擦個三層 它都讓我覺得很舒服 那個保濕力 不會讓我覺得有一種 續航力不足的感覺 這我就是很喜歡它 就對了 白的我今天 完全素顏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我的皮膚其實近看是 來這樣近看 你們都可以看得到 我的皮膚很薄 有血管 然後甚至這些紅紅的 那不是痘疤 像這個是血絲欸 然後 像這個是我前幾天長的痘痘 我覺得我生年期快來了 我只是拉近要給你們看說 我沒有開美肌 OK 我的相機沒有美肌 Canon的相機好像 會看起來比較美肌 但我的是Sony的 是 蠻寫實的 我覺得 我常常用這個相機錄出來 覺得我真的長這樣嗎 有一點不習慣 好 那我之前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有人問過我說 化妝水怎樣才叫做擦夠 好 如果你每天都有喝水 但你水沒有喝夠 是不是等於沒有 就是差不多等於沒有 比如說每天一個人 你至少喝2000CC的水 你只有喝500CC 醫生就會說 你就算有喝水 你還是喝的不夠多 那化妝水怎樣才叫擦得夠多 夠保濕呢 有一位老師跟我講的 不是跟我講的 就是我聽到一位老師這樣說 我覺得很有道理 分享給你們 你們可能不同意 但沒有關係 就是呢 你把你的手啊 放到你的臉旁邊 然後如果你感覺到你的臉 有微微就很靠近你的臉部皮膚的時候 你有感覺你的臉呢 有被它吸起來 然後你要分開的時候 就發現你有看到嗎 這相機 有吧 有沒有 有看到嗎 我不知道 就是 你的臉要是有一種 然後才被你拉開 有一種微微吸住你 手的感覺 就是表示你的皮膚已經喝飽水了 至少那位老師 我忘了是哪一位彩妝老師 在節目上這樣講 然後我聽到之後 我就覺得 蠻合 蠻有道理的耶 然後我就這樣做 就發現我 就是常常 拍很多層化妝 所以喝到 讓皮膚喝水 喝到飽 然後才擦 下一道程序 當然你不要擦太多 不要擦到你的臉上 都還是水 然後有點吸不進去 OK 好我現在已經 讓皮膚已經吸收的 差不多了 然後再來呢 我要 因為我今天要上妝 所以呢 我平常要是 不出門 沒有要上妝的 保養會稍微滋潤一點 可是如果我要上妝 我的滋潤度 就不會做得那麼足 所以這一罐 Kiehl's的紫淵呢 我要是沒有要出門 或是我晚上睡前 我可能就會用它 可是我今天要化妝 所以我就把它跳過 因為它會 提升皮膚的滋潤度 提升得蠻 它只要一點點 就提升得蠻多 那我蠻喜歡那樣的滋潤度 可是那樣子 對於上妝之後的持妝 會沒有那麼理想 所以我今天先跳過 但是我平時 不出門的時候 是會在這個程序用它的 好 那我們今天跳過 再來就是Kiehl's的 這個 激光提睛白淡斑精華 其實呢我用它 有一個很大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 並不是因為它美白 我說在白天妝前的時候使用 是因為這個精華液呢 夠保濕 再來就是 雖然它是美白精華 但是我覺得它 夠保濕 第二個就是 它不會跟我的彩妝品打架 也不會跟我的保養品打架 很多保濕精華液 我用了覺得很滋潤 但不知道它到底是跟我 哪一罐保養品打架 它總是會產生一點點 你知道或多或少 還是會有一點起屑 讓我覺得 有一點不舒服 那這一罐我用多年 雖然它的表現就是很普 但是美白表現很普 但是在放在妝前的精華液來說 我還滿滿意的 就是 雖然它擦了 感覺會有一點黏黏的 可是化妝卻完全不影響 就讓我覺得 挺好的 挺方便的 雖然手上覺得黏 但是化妝至少沒有影響 然後呢保濕度 剛好 不要太多 因為太多又會影響我後續上妝 保濕度就是剛好就好了 不要說太過於滋潤 就讓我覺得挺好的耶 然後它用 是白天可以擦的美白精華 就讓我覺得 我甘願用它 在白天的時候 晚上我是完全不用這一罐的 OK 所以我之前雖然有講過 它讓我在某種程度上 有一點失望 但是它有它的角色 知道嗎 所以我們真的是 要把人放到對的位置上 它就可以發揮它 正確應該要有的效果 我不是說每個人都應該當第一名 不是每個保養品 都應該發揮到最極致 要適才適用 OK 今天會不會話太多了 我等一下還有 Bible Study 下午還要跟Agent 我的房仲開會 然後晚上再去吃聖誕節的 晚餐 還有剪影片 我是不是很忙 然後呢別忘了 脖子我會再用半管擦脖子 你們保養的時候 不要忘記脖子喔 脖子也很重要 為什麼你們會喜歡看 Skin Care Routine的影片 然後好多人敲碗說要看 我終於錄出來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好接下來是眼霜 眼霜呢 我會用維茲的這一條眼霜 這一條是我完全以嘗試的心情來買來用的 那到目前為止應該用了也有兩個月了 好不好用呢 還好 有沒有保濕呢 有 有沒有抗皺 因為它主要是指它抗皺回 就是變年輕 有沒有呢 我覺得沒有 我真的覺得有抗皺 就是可以抗眼睛周圍皺紋的 還是我之前提到的 廢油的環武生態 所以 這個我就 不是非常推薦 我只是 我只是 就是 因為我還在 就是我試用了之後覺得它還好 那我都買了 我就想說沒關係 就繼續用 哪一天我真的 看它非常不爽的時候 我再 會 回到環武生態的 懷抱 好 擦眼妝的時候記得一定要用無名指 然後 這樣 我這樣完全沒有化妝 在鏡頭前面 我並不害怕素顏 在鏡頭前面 但是我在 鏡頭前面 要這樣這樣這樣擦保養品 我是有一點不習慣的 所以 如果我的反應沒有那麼自然 你們要 提諒我一下 因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 你知道擦保養品這件事情 就是很像 每天出門前或是下班回家 睡前做的事情 就是很私密 很personal的事 right ok 現在呢 我要擦乳霜了 我要用CeraVe的這一罐 中文叫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要放在資訊欄裡面 CeraVe這一罐 這個之前在換季保養有提過 因為現在還是冬天 夏天我就不用這一罐了 但是現在還是冬天 而且我住在加州 所以非常的 乾 那 我今天用的東西都是 滋潤度比較高的 痘痘機請 斟酌使用 ok 不要太激動 有人說看到我推薦的東西 就立刻衝去買 拜託你也看一下 是不是適合你好不好 好 因為我 晚上都會上保養 加保養油 那我等一下化妝 就不會再加保養油了 所以我會用這麼多 你會覺得 蛤這樣不會太多嗎 我覺得不會 如果我 用少一點 我就必須加保養油 我就是這麼乾 好 CeraVe這一罐我非常喜歡 它的滋潤度 以及它沒有香料 沒有香精 沒有酒精 它完全就是滋潤你的皮膚 然後再來就是 它滋潤歸滋潤 不會跟你的保養品 或彩妝品打架 讓我覺得超級棒 然後這麼大一罐 也可以擦身體 我一開始 對它 就是沒有特別有信心 結果用了它之後 就發現 它真的保水力很好 所以讓我覺得 真的很棒 我很喜歡用它 尤其是來到美國 我在台灣感受不到它的好 在台灣只會覺得 它怎麼那麼黏 那麼膩 但是住在美國 它真的好適合喔 我記得Costco買 應該是不貴 蠻便宜的 但是夏天我就會 用別的了 因為這個在夏天 會有一點太黏膩 OK 現在我已經擦完保養品了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可以看得出來 皮膚已經微微的 有透出一點光澤 像我這樣光打過來 都是有光澤的 因為已經有水分了 好 不知道你們今天 其實我覺得 我的保養 白天的保養程序 還蠻簡單的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 好 那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喜歡的話 我就可以考 就留言告訴我 我就可以考慮 要不要錄 夜間保養程序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 比較值得錄的保養程序 是那種 我一個月做一次 比如說 一個月去一次角質的 我皮膚暗沈的時候 用什麼 加強保濕的用的時候 用什麼 明天要約會的時候 用什麼 就是 應付各種情況的時候 用什麼 這樣好像比較 值得分享 我不知道 你們喜歡看哪一種 好啦 那我最近比較 沒有心思在錄影片上 我就每天都在弄房子的事情 我會盡量 就是 依然 絕對沒有忘記你們 依然就是會 固定分享影片好嗎 謝謝你們 都很關心我 就是問我說 你還好嗎 為什麼兩個禮拜沒上片 OK here I am 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給我一個讚 或是訂閱我的頻道喔 別忘了追蹤我的社群 歡迎到Instagram上面來 跟我做互動喔 我是Ashley 別忘了每天都愛自己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